今天中午人气话题带您来看到指挥中心 日前针对水上活动有条件开放 也刺激民众的出游意愿 屏东小琉球今天一大早就涌入了满满人潮 有游客原本打算等到中秋廉假再来玩 不过民宿房间早早就被订满了 才会提前来度假 而不止小琉球在热门景点墾丁也是同样的情况 根据了解中秋廉假第一第二天 当地的民宿跟饭店订房率已经高达了八九成 接近客满 东流线码头上一大早涌入满满人潮 西家带卷民众提着大包小包前来小琉球 阳光蔚蓝大海小琉球风光明媚令人心旷神怡 水上活动有条件开放游客自意海泳浮浅加碗水 只是现在想来小琉球玩民宿可不好定 我们原本是中秋节要来的 但是太多人了就提早先来的 很多人订不到 本来是订中秋啦 因为中秋现在都订不太早啊 开学后第一个周末 许多民众来到屏东小琉球 似乎是日前真的闷太久 随着疫情趋缓 水上活动也有条件开放 原本还打算趁着中秋廉假 但眼看民宿早已被订满 现在也提前跑来透透气 很晚耶 现在订不掉啊 而不只屏东小琉球 热门景点墾丁 现在中秋廉假的饭店订房率 也呈现爆满情形 就了解廉假第一第二天 订房率已高达八到九成 接近客满 当地民宿也是同样情形 尽管相较于疫情前 游客人数或许多少还是有差 但相信疫情控制下 民众出游意愿 未来势必会大幅成长 记得苏叔伟的片方导